咱们来听一个歌,看看这个歌有什么问题 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没错,单声的 大家好,我是Alex 抗击病毒的第四天,我觉得我快好了 今天测试已经是弱阳了 感谢大家关心,小小的感冒不足微距 所以我们的视频分享还要继续 听起了点像赵本山了 咱们今天要聊这个事情很重要 就像片头大家听到的,单声道 这个是我们讲过LCR判定的这个技术以后呢 或者是手法以后呢 又一个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混音的方法 你在你混音的阶段如果没有好好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肯定错过了很多 在说单声道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下很重要的就是听众的回放的设备 也就是你的歌曲会怎么样被回放出去 那很多朋友会觉得全世界人都在用耳机听歌 我们为什么要在乎单声道呢 其实你听单声道或者是接近单声道的机会 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比如说一个小的回放设备 就只有一个喇叭 那你怎么让它放出立体声呢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设备 那还有一些回放设备呢 比如这么大立体声 两个喇叭之间可能就几公分或者十几公分远 你听歌的时候 你和回放设备之间距离 就已经让你完全感觉不到这个立体声了 更经典的呢 手机外放 这个手机外放有些是 就是单声道 它放不出立体声 有些号称是立体声外放 但是你跟手机的距离 就会让你这个声音变得非常的点壮 而且呢 假如说你听歌的时候 这个手机是这样的 那你对着你的话 这两个声音传过来 就变成了叠加的关系 所以呢 立体声的声长也会非常非常的不明显 如果你在乎这些人的听感 或者你在乎你的声音 放到这些设备上是什么样的声音的话 你一定需要在乎的就是单声道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单声道这个东西 单声道就是把你的立体声音轨 一般我们混音都出的是立体声的音轨 给两边叠加起来 变成一个音轨 播放出来的结果 这个过程中呢 这两个音轨之间呢 会有相位的叠加 或者是抵消 频段的叠加 或者是抵消 最后给你的结果 和你在立体声回放的可能会很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考虑到前面我们说过的 群众们的回放设备的问题 为了保证我们的混音 能够在各种各样的设备上 都可以有比较出色的表现 那单声道呢 是我们混音中 必然必然要去重视的事情 甚至呢毫不夸张的去讲 对于很多的音乐题材 尤其是需要动感 律动力量 等等这些题材 比如说摇滚啊 朋克啊 EDM啊 或者是你有中间很明显的东西的 比如说尤其是人声之类的 单声道坚听情况下 如果这个声音听起好的话 会在让你在立体声的环境中 听起来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有你的力量感 所有你的那些鲜明的对比度 都会表现得出来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 混单声道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拥挤的环境 假如说立体声是一个宽阔的房间 那你把大家摆的到处都是 它们之间都有空间 那单声道呢就是很窄的一条 你需要把一堆的东西都叠在一起 那在单声道情况下呢 你更能听出音量的冲突 频段的冲突 声音之间的主词关系 以及之间互相是不是平衡 所以当你去检验 自己的混音是不是平衡 尤其是频段的方面的时候 往往单声道的监听回放的 就是最苛刻 但是也最有效的办法 此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单声道的回放 或者监听会直接告诉你 音乐中是不是有明显的 相位抵消的问题 我在检查一些人的混音的时候 最常用的就是按 mono这个钮 因为我很想知道 在单声道的情况下 会不会有一些声音就消失掉了 有些人啊 喜欢用某品牌的某些立体声 声场拓宽插件 实际上我称之为 叫假立体声的处理 就是哈斯效应 结果呢就是一放到单声道里边 很多乐器就凭空就消失掉了 比如电钢琴 弦乐吉他 甚至有一些人声的合唱 因为单声道下左右 相位抵消之后 你就听不见 或者是音量变得很小 剩下的内容就不多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音乐 在很多单声道的回放设备中 不要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那在混音中呢 你就一定要用单声道 监听的方式来进行检查 我们再来听一下 片头放的这个歌 然后呢 很快的解释一下 在Studio One里面 或者是任何宿主里面 其实都有类似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回放 变成单声道 那Studio One就是这个红的牛 如果你点的话 变成红色的 就是单声道 那下面这个地方也可以 直接变成单声道 立体声 如果我们听刚才的那一段 整个歌起来的时候 单声道听的也是这样的 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呢 低鼓 贝斯 君鼓 唱 叉 全都在梳着一条线 因为你单声道 大家都挤在一起 如果这时候 我们把立体声声场打开的话 你会发现 大家都跑到他们自己的位置去了 两侧的吉他声音 有足够大 去托起整个歌 但是在单声道的情况下 它并没有去抢人声的位置 那在我们去做完 所有的这些 判定的设置之后呢 我的建议是 大家在混音的时候 一定要经常利用 这个单声道的按钮 把它点上以后 然后仔细去听一听你声音的平衡度 甚至我觉得 你在混音的过程中 可能30% 40% 甚至50%的时间 在单声道的情况下混音 会保证你输出的结果 在各种各样的设备上 比较的通用 那如果我们听这首歌 最开始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 左右 左右 交替以后 设置好整个声场 给你的概念 然后中间切进来一个吉他 他已经唱了 I guess that I can't seem to fall asleep this anticipation that's been haunting me ghost keep flying 感情诞生到 以后是这样 在最开始的时候 用这个方式的时候 你会不适应 因为你会觉得 有很多东西消失掉了 或者不平衡 你需要去找到一个感觉说 我在切换立体声 和切换单声道之后 它们之间的平衡的关系 有的时候 你切换这两个东西 发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时候 往往是有些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东西被相位抵消掉了 或者是有些频段 你没有去平衡好 你放到立体声环境中 听起来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因为就像我说的 你把它放到左边去 它的频段的问题 可能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遮盖不是那么明显 因为这两个离得不近 你如果把它拍在一起 如果频段遮盖的问题 比较明显的话 你马上你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经常去 在你混音的时候 利用单声道 或者是利用立体声 或者是穿插这两个去 不断地验证自己的混音 会让你很快去找到一些感觉 说我在单声道的情况下 听很好听 我放回到立体声的时候 也很好听 这个时候你的声音 会放在很多很多的设备上 都会很不错 有些朋友经常会问说 我的手机外放 为什么一混完了以后 就放进去不对了 是因为你的手机外放 放进去以后 你会发现 你在立体声的环境中 可能有些声音消失了 你在立体声环境中 可能你没有进行一些 频段调整 两边 因为我们有所谓的攀劳 对吧 你把立体声放到了 一个窄的情况下 或者是一个 直接变成单声道的情况下 很多的频段叠加 某一个频段 你就直接爆了 因为你的手机 对某一个频段 非常非常敏感 电评一多了 就呲呲就炸了 但是这两个频段 假如咱们就说2K 或者1K 你放到左右的时候 你觉得并不是很多 你放到单声道的时候 就直接就爆了 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混音的时候 多用单声道去进行验证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也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挑战 就是在你做完 所有的panning之后 比较合理的panning之后 直接切到单声道 在单声道情况下去混音 给自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混音 混到一个 你觉得听起来 单声道下也挺好听的 然后把它打开 你会觉得你的声成 马上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漂亮 所以我总结一下 在单声道的环境中 去监听去混音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有帮助的事情 我觉得每一个人 想混好的一首歌的话 一定要在乎这件事 尤其是你 希望对所有的回放设备负责任 希望你的音乐 放到很多很多的设备上 听起来都不错的情况下 希望保留声音的动态 动感 对比度 力量 你一定要在你混音中去用 单声道的坚挺 那希望今天的视频 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 一些启发 如果你没有用这种方式的话 可以开始去试一试 好吧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上 拜拜 拜拜